公開透明的標準 我們看到公宅 現在社會住宅 這個都發局 他非常清楚的 透過網路 讓大家看到他的建設 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巨蛋 不能有一樣的標準 在4月20號 我們議會的國民黨議員 帶著丁守中先生 跟兩位 其實那時候國民黨 還在進行議員初選 帶著兩位議員的參選人 初選的參選人 進入大巨蛋 大啦啦的走遍了全場 結果後面還成為 丁守中先生競選的文宣的素材 那我們要試問 柯文的市長 你的公開透明是有選擇性的嗎 是針對國民黨 針對丁守中先生 才有公開透明嗎 剛剛阮昭雄議員所提的 4月份的時候可以進去 那9月份或者8月底不能進去 我在想恐怕不是因為不同黨派 而是裡面有了變化 對 從可以公開到不能公開 他有太多事情真的齊人一鬥 4年前柯市長在進選的時候 那個器官捐贈的爭議 然後結果現在好像又在浮上排名 那你怎麼看 坦白說我是不太相信這樣的事情 那因為2014年也討論過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看提出來的人 他有什麼樣的新的想法 否則的話 我覺得整個市政的討論 如果現在是有點可惜 那回到市政 回到政策 這其實是我一定要的主張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很多年輕人支持柯市長 那這些 但是對整個市政的發展 也有部分的年輕人 都提出了很多的質疑 那最清楚的目標 就是過去說的事情 有沒有做到 我相信 任何對 任何年輕人在看待都市發展 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政治人物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政治承諾能不能做到 我想大家期待的 真正的良善的政治 應該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則